今天是9月19星期一 股市又在进一步往上创了这个新地 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寒生指数先低开66点到18695点 曾经一度轻轻的回升到18697点 可是没办法再推进 因为买盘真的不足够 往后在固压一点一点出现之下 指数在下午曾经一度是低限18494点 相对上个星期五收市来说 这分钟股市是回调267点 当然也创了这个日子新地 好了 9月份信价较一天不多 到目前为止 这个月的走势还是先高后低 指数暂时还是从1号的高位 19839点回调到今天的低位 18494点 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直到今天下午三点半为止 已经有1345点 说真的这个波幅也不算太多 只要先高后低走势不变 我担心整个股市还是会进一步往下寻找这个月的低位 好了 现在问题就是 到底这个月的恒生指数会不会进一步往下 是今年3月15号的低位18235点 说真的 现在现在的指数大概在18500多来看 相差只是300点而已 要是说一旦指数跌全 18235点就代表 今年股市最高是2月10号的25,050点 由9分钟开始股市已经出现一浪低于一浪的走势 当然也会进一步往下寻找今天的低位 我应该是说过了 由于今年指数是从2月10号的高位25,050点 回调到3月15号的低位18235点 等于说今年高位跟低位相差的时间只有五个星期 当然跌的幅度有6,815点 可是一年的高低位一般来说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五个星期之内的 还有6,815点的波幅相对整年来说还是比较少 我们看一下去年2021年股市是从31,183点回调到22,665点 整年的波幅是下调8,518点 再看看2020当年的指数是从29,174点回调到21,139点 整年的波幅是下调8,035点 那等于说今年的波幅暂时来说还是比较少 要是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出现的话 整个股市的确是还会进一步往下寻找今年的低位 要是说今年全年的波幅有7,500点到8,000点的话 既然高位是在25,050点那低位在哪里 用计算机算一算已经知道了 现在作为散户的最好还是尽量保留相近 当然不排除在市场里边还是有一点点的技术上的反弹 可是反弹过后在不明因素没变之下 指数还是会进一步往下寻找低位的 所以就算是短线长迈 赢小一点点也要回调 输一点点也要回调 最好到最后还是尽量保留现金在手 今年第四个季度我还是担心股市 还是会不断反复往下寻找低位 所以抓获少的朋友问题不大的 抓获比较多的还是尽量做一做风险管理比较好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